晚上好 欢迎收看绅士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昨天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在参观过程中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讲调 回首过去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 落后就要挨打 发展才能自强 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 道路决定命运 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多么不容易 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展望未来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 要把蓝图变为现实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 他申请阐述 什么是中国梦 尊尊告诫 空谈物国 实感兴邦 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 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与全体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 回顾十九世纪末 国家被列强入侵 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习近平之后发表近八分钟的讲话 讲话中 习近平用雄观漫道真如铁 形容民族的昨天 用人间正道是沧桑 形容民族的今天 用长风破浪 会有时 形容民族的明天 习近平指出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 都有自己的梦想 他深情阐述了伟大的中国梦 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因为这个梦想啊 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 这样的一种夙愿 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啊 的一种共同的棋盘 历史告诉我们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 个人的前途命运 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都是和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 密切关联 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 习近平又表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并不容易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习近平强调 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共同为之努力 努力把蓝图变为现实 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啊 就是要既往开来 成前起后 建设好我们的党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我们 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要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要继续 坚定不移地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这样一个历史目标 奋勇前进 我坚信 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 我坚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一百周年之时 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 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一定会实现 我更坚信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梦想 一定会实现 谢谢 谢谢 谢谢